中文字幕提供 有劃迪雪一分鐘 警方於9月先後拘捕7名西醫 施涉冷發俗稱免針子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 為證視聽 政府隨後宣布廢除涉案約25000張免針子 此舉近日卻遭到立法會議員質疑 認為該決定缺乏法律依據 法輪義務衛生局局長原本就有權對所有流通中的免針制作出解釋 作為立法會議員在此時以所謂法律依據向政府發難 不僅有可能引導輿論對政府決策產生誤解 亦無益於維護社會公平公正 即使如此,政府在處理此案時已稱得上十分寬鬆 第一,政府並未對花錢購買或明知自己不合資格 但仍向醫生索要免針子的普通市民作出追責 第二,雖然該七名醫生發出的免針子遭到廢除 但醫務衛生局為了涉事免針子留有約兩週的緩衝期 而且並未禁止這些市民再度申請免針子 即是真正合資格的市民仍有充分時間令命醫生開免針子 而不會對日常出行造成太大影響 第三,政府未因此是收緊關於免針子的相關條例 其餘市民仍然可以按照此時公布的規定 向本港私家醫生申請免針子 廢除全有爭議的免針子 到底是該名議員所言的破壞法治 還是為了僱存防疫大局 相信無論是醫學界 還是普通市民都自有評判 香港如今剛剛取消入境隔離偵測 本地防疫體系正面臨全身考驗 在此時,疫苗接種率幾乎可視為本地最重要的一道防疫屏障 無論如何,將一件維護防疫抗疫成果的政策 上升至破壞法治的高度實在有點危言聳聽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